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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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聽者們平安 確實很激動 在中國的領土第一次參加崇拜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時刻 在香港中文大學和中文大學的弟兄姊妹 朋友們 一起來敬拜我們的神 今天我用的經文在羅馬書第一章 弟兄姊妹如果有聖經 請你打開羅馬書第一章 我們從第一章 我們看兩節經文的十六節到第十七節 保羅在這裡說 我不以福音為耻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 後是希臘人 因為神的義 正是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了 這義是本於信 以至於信 如經上所記 一人必因信得生 保羅說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當保羅被上帝在大馬斯的路上 耶穌向他顯現呼召出來以後 保羅就一生把他所有的智慧 才華用於傳福音的路上 所以保羅過去是一個西里林人 保羅是加了 保羅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西伯來人 那麼保羅熟讀 旧約的律法 但是當他接觸福音以後 他做了一個宣告 他說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當我們從一個舊的文化中 進入到福音中來的時候 我們發現我們有很多的事情 跟我們過去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 保羅說他在他的同胞中也好 在他福音的路上也好 他是不以福音為耻的 他說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 在猶太人的心目中 希臘人的心目中 他們覺得福音 這個是一個非常不切實際的東西 他們說福音是一個不可能的東西 他們認為福音是沒有什麼文化的 他們也不能夠尊重福音 所以保羅在那時候 他不以福音為耻 這個很了不起的一個宣告 其實我們中國基督徒也是如此 我們有中國的五千年的文化 我們覺得我們中華文化 博大精深 所以當我們一接觸福音的時候 我們講到十字架的那個福音的時候 我們就對我們的這個信心 產生了懷疑 我們覺得福音就是這樣的簡單嗎 這個信主就是得救這樣的簡單嗎 所以保羅就告訴我們說 我不以福音為耻 我不以福音為耻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這個在保羅的神學中 他常常提到這個十字架的道理 是一個絆腳石 在希腊文是 斯科德林的意思 斯科德林 這個斯科德林這個意思就是說 是個絆腳石的意思 絆腳石 很多的人當他認識耶穌的時候 當他看到十字架 他覺得這是一個 他不能認識到這個福音的救恩的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十字架這個道理 保羅說在那些欲阻的人 對那些欲阻的人 是一個滅亡的人為欲阻的道理 在我們得救的人 保羅認為這是神的大能 為什麼呢 因為十字架 在當時的文化中是一個咒诅 根據神的定規 十字架把人分為兩類 一類是得救的 一類是滅亡的 一類是欲阻的 一類是聪明的 可是在當時的文化中 卻不是如此 當時的文化 是分羅馬人 野蠻人 猶太人 外邦人 奴隶和自由人 等級森嚴 可是在十字架 當耶穌定在十字架上 他的寶血遮蓋了 世人的罪的時候 世人因著他 可以成為上帝的兒女 他們在文化中 他們發現有了一個新的突破 這個就是基督的文化 聖經的文化 聖經的世界觀 所以保羅告訴我們說 這個在傳統的文化中 一類耻辱的東西 成了神的大能 這個對於那些 比較聪明的人 是愚拙的 當然保羅把這個聪明人 定為滅亡的人 對我們這些得救的人 卻是神的大能 我們感謝主 其實我們中國人也是如此 我們中國 我們這一代中國人 常常覺得我們是文化人 那我們有博大精神的中國文化 其實想來想去 我們這一代人蠻可憐的 我們對中國文化 並不了解太多 我常常在美國跟這些中國的博士生 碩士生 這些大學的老師 談中文文化 他們其實對中國文化 也就了解一點點而已 我們頂著說是皮毛 那當然香港中國大學 可能比海外會條件更好一點 我們這一代人 對中國文化孔子 我們不知道多少 我們沒有讀過孔子的書 我們沒有讀過孔子的四書五經 基本沒有讀過 我們小時候可能讀過百家姓 還沒有讀完 基本大概屬於這種狀態 那我們對 老子也了解不多少 我們覺得 我們對佛教也了解也不多 中國的文化主要來自於儒世道 儒家 我們管的叫人本主義 釋迦牟尼 我們管的叫虚無主義 老子 老莊的哲學 我們管的叫逍遙主義 其實這些我們都不太了解 我們只能了解一個皮毛而已 我們想起孔子 我們就知道這是人本位的東西 孔子說 敬鬼神而遠之 不要碰這個東西 我們只是想要人的智慧 有一天我們人可以達到一個聖賢的程度 但老子更有意思了 老子講的這一切都是虛無的 沒有意義的 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中國人常常把這個 道家跟道教放到一起 其實這也是不對的 道教跟道家很大的區別 就像狗跟熱狗的區別 那當我們對釋迦牟尼 對佛教我們也了解不多少 我們常常去看到 中國人到佛教裡 到這個佛堂裡去 去這個 去尋求心裡的平安 其實真正的 對佛教的文化 我們也了解不多 其實我們這代人 了解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多少懂一點 那麼懂馬克思主義也不全部 我們很多人 其實我們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或者馬克思主義的信徒 但是我們卻沒有讀過馬克思多少書 《資本論》沒有多少人讀過的 我們其實我們所知道的 是列寧的 列寧的哲學的其中的一部分 暴力革命 一個階級推翻另外一個階級的暴力的行動 我們小時候受到文化的影響 應該是列寧的 不是中國傳統的 所以當我們一聽聞福音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我們與 實際上的道理有很大的一個距離 我們常常用我們自己的觀點來衡量聖經 當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我們說這段也不對 那這塊寫的沒有道理 耶穌怎麼這樣說呢 祂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著祂就沒有人得救 這個怎麼這麼狂妄 對不對 我們會對聖經提出很多的質疑 所以在美國大學裡的查經班 你會看到特別有意思 那我們大陸的聽嘴問的問題 台灣和香港的牧師們 常常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我們也曾經問過這個牧師 在人類犯罪之前 上帝沒有咒诅蛇的時候 蛇是用什麼走路的 我們很多牧師說 不知道有一天你問上帝去吧 這個問題我也回答不了 所以我們常常用我們的文化 來對比十字架的道理 可是保羅說我們這些道理都不重要 唯有十字架的道理 他說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他認為福音是一種能力 這個能力是對我們這些滅亡的人 對我們這些滅亡的人 是屬於欲作的 因為我們想到這個福音 就想到它是一個絆腳石 因為十字架這個 在當時的文化中 這個十字架是一個咒诅的記號 犯了罪大惡疾的人 他才可以釘在十字架上 而且還不是羅馬人 羅馬人即使犯了最大惡疾的罪 殺人越獲 他也不會釘在十字架上 因為他有一個公民的身份 這個是給羅馬之外的外國人的 所以一個釘在十字架上的人 那麼軟弱的人 他怎麼能夠成為人類的救主呢 他怎麼能是福音呢 十字架怎麼能成為福音呢 如果從人的眼光看 十字架應該是個禍音 當我們看到十字架 我們想到那是個死亡 不僅是死亡 而且是一種咒诅 我們知道在十字架上 我們看到耶穌《受難記》那部電影 你會看到說 耶穌定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他們鞭打他 他們羞辱他 他們用槍去捅他 不僅這個羞辱 十字架定的人不是馬上死的 他只有三根釘子 把他的身體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血是一點點流 他非常痛苦地展現在別人的面前 展在親人的面前 他的父親母親可以在下面看著他的受難 他的妻子兒女可以在那看著他受難 而且他被拔得金光 他身上沒有一絲的布 可以遮他身體所有任何一個部分 而我們今天知道說 當地的十字架 耶穌後來的藝術品 不管畫家也好 還是電影家也好 把他做得是圍了一塊布而已 其實沒有的 沒有的 十字架在猶太人的文化中 是一種咒诅的記號說 犯了罪的人才可以掛在木頭上 那麼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卻成了人類的福音 那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想法 所以我們用中國的文化說 這種叫做一種反核性 有的說叫吊詭性 很特別的 所以當我們想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知道當時的社會 當時的社會 對於這個福音的認識 是錯誤的 所以保羅提出來說 這福音 這個實際上的道理 是神的大能 他要求一切相信的 要求一切一切 他也運用了 以色列書第29章14節說 我要滅亡 滅絕智慧人的智慧 我要弃絕聰明的聰明 換句話說 實際上道理就是 神要按照神的方法 不是按照人的方法 用神的方法 去做神要做的事情 借著十字架 借著這個一個一個 特別的一個 咒詛的記號 是人類的罪滅絕 是人類的罪在那一刻 都定在耶穌的身上 耶穌從死裡復活 勝過死亡 帶來了人類的福音 什麼是福音 福音就是好消息 當你得了癌症 醫生說我沒辦法了 化療吧 化療 你說化療能活多久 他想了想三年 你說不化療呢 他想了想也差不多三年 這是我在醫院裡的醫生 對我說的 大概就這個樣子 那你這三年做什麼呢 你不會再讀大學了 你覺得沒勁了 沒意思了 那你幹嘛呢 你天天在死亡的咒詛和恐懼之中 你的人生就一片黑暗 你不會再有什麼喜樂 不會再有什麼光明 除非你認識那永能的神 你知道你未來到哪裡去 可能比現在還好 你才能夠有喜樂 所以我們管這個叫福音 如果有一個人對你說 好了 我有一個藥方 你這個醫生沒有用的 我有用 我給你的藥方 你吃了你就會好了 這個就叫福音 人類在死亡的咒詛中 沒有出路 摩西在詩篇九十篇說 人類的生命很短暫的 他說我們就像早上的草 早上生長發芽 晚上就割下枯干 他說我們的生命那個長度 就像一聲嘆息 唉 就過去了 就這樣的短 我今天說因為你年輕 你還沒覺得嘆息 我做牧師 我常常會在一個病人 一個教會的會友 臨走的最後一刻我伴隨他 那個時候我覺得摩西說的真實 他看看我一眼 他就走了 那就是一聲嘆息 摩西說不僅是這個短暫 而且還苦難 他說我們這個人生 無非是老苦愁煩 轉眼成空 我們便如非而去了 我們人生有什麼盼望呢 人生的盼望在於福音 人生的盼望在於 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 他給我們帶來個全新的觀念 我們信靠他的人可以出死入生 進入永恆 讓我們有限的生命 跟上帝的永恆 連在一起 所以保羅在羅馬書第六章說 我們這受洗歸入耶穌基督的人 是受洗歸入他的死 保羅說我們既然在死的形狀上 與基督聯合了 那我們就在復活的形狀上 與基督聯合 所以我們就有了永恆的生命 這個對人類來說是福音 這個佛教沒有 這個道教沒有 這個儒教沒有 中國的傳統化裡沒有福音 所以我記得 中國有一位將軍 叫劉亞洲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這個人 那我當時 年輕的時候寫作的時候 他也在寫作 那個時候我們開作家會也見過面 我也很喜歡讀他的東西 後來他當然當了官 這個我們做了牢他當了官 那人走的路很不同 他的因為他的 當然他有才華 他是李仙殿國家主席的女婿 那麼他有一天 他有一篇講演 叫信念與道德 他談到了中國的文化 他說中國的文化主要如是道 這三個文化不能給我們中國的 復興提供精神的資源 基本上他認為是沒有意義的 沒有意義的 他用他的話說 無法振興中華 無法振興中華 所以他說 但是他對基督教的文化 他非常的遵從 他說你看我們中國的神 和西方的神很不同 西方的神是受苦受難的形象 西方是上帝的神在受苦 人在降伏 他說你看我們東方的神 神在享樂 人民在受苦 他說你比如說你看我們 廟宇里的神 每個都大腐翩翩 無憂無慮 嬉皮笑臉 食盡人間煙火 個個吃得腦滿腸肥 當然他用文學的語言 不過他講的有一定的道理 他說我在史丹佛大學 在美國的教堂門口 我坐了一整天 我發現這個教堂進去的人 都是愁眉苦臉的進去 神情輕鬆喜樂的出來 他說如果你久而久之 你這樣一人就變成一個健康的人 共產黨員都有這樣的看見 而且是共產黨一個將軍 國防大學的政委 有這樣的一個看見 就是很奇特的 所以人們在尋求真理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來到史丹佳的面前 所以我今天我用三點 來跟弟兄姊妹分享 第一個 福音是有赦罪的大能 第二點 福音有醫治的大能 第三點 福音有勝過死亡的大能 你們這就是福音的大能 所以保羅說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他就一切相信的 我第一次接觸福音是1989年 對我來說 那一年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年 也是我最幸運的一年 因為那一年我世界 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我有了耶穌 我記得89年我被政府通緝 我們開始逃亡 也沒有 不知道往哪裡逃 有的人聰明的就往南逃 會廣東話的就比較方便 我呢就往北逃 因為我不會廣東話 我只會東北話 所以當我逃到了東北的時候 6月13號 中國政府在中央電視台 公開的通緝了王丹等20億名學生 我是其中的一個 那個時候 開始覺得人生沒有盼望了 人生就是死 我知道我奮鬥的一切都沒有了 什麼東西 不僅沒有了 你面對著一個 你不知的一個苦難 在你的前面 所以 感謝主 感謝主 那是我逃的 中國最北方的一個農村 我藏的一個農民的家裡 這個農民 是信耶穌的 我很感謝主 神很愛我 他把我放到那個環境 他又不怕放在那個環境 今天沒有張伯利牧師 而且今天可能我也不會活著站在這裡 我不知道我會怎麼樣 我會做什麼樣的選擇 那個時候這個姐妹向我傳福音 因為藏在她家裡 我不敢說我是誰 我就欺騙她 沒有信主之前的中國人都會騙人的 有的是善意的欺騙 我給自己起個名字叫王老四 如果我是張伯利 她不敢幫助我的 那當然有一天 我這個聖靈還是感動我 覺得應該跟人說實話 因為我有危險 如果在她家裡我被抓了 那她也要坐牢的 那這是有危險性的 所以我就跟她說 我就說 有一天我問她 我說姐姐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想告訴她 人家其實知道的 人家不好意思揭發你而已 她就說 你不是張伯利嗎 我說你怎麼知道的 她說你不上電視了嗎 她看到通緝了 我就說 那是通緝令 那不是什麼好事 她說管你什麼令 能上電視就不太容易 她說如果你不上電視 你不被通緝 你怎麼能逃我家來呢 我相信是上帝把你帶來的 那我第一次聽到一個農民的口中說上帝 我覺得這個農民還迷信 這個迷信 因為我們不信上帝 我們信自己 我們唱國際歌不唱得很清楚嗎 我們不要什麼神仙皇帝 我們只依靠我們自己 這是我們的文化 可是後來她就 就開始給我傳福音 她說你沒有出路 你沒有出路 你也不會有喜樂 你唯有信靠耶穌 她是你唯一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 所以一個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 聽一個不识字的人來傳扬天國的福音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不被通緝 如果我不在她家有求於她 我可以天天的聽一個沒有不識字的人 跟我講人生的哲理 我想挺難挺難的 人當你面對一個環境 你才知道謙卑下來 所以她向我傳福音的方法很特別 她有一個筆記本抄的聖經 是約翰福音圍著一卷書 我算沒有讀過其他的書 我就信耶穌了 所以打開約翰福音看很奇妙的 約翰福音開篇就說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我想農民能讀懂這書嗎 講到道道道道 對不對 我在北京大學我都不懂 我在北京大學 有我們上一門哲學的課 叫道法辱墨 我的老師叫陳古硬 從台灣大學來的 是個老莊的專家 講了一個學期的道 越講我們越糊塗 要考試的時候我就找她談 我就說這個問她 什麼是道 她說我也不知道 那我說你也不知道 那你講什麼道 今天我講道 我知道什麼道 我講到我的道是什麼 耶穌基督 祂是道 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匆匆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所以我就難為他 你不知道道你給我講什麼課 北京大學的學生 比較會難為人的 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們很狂妄 什麼都不知道 就知道跟老師唱對台戲 所以我就說 那你告訴我什麼是道 他說我不知道 但是他說 你是學生對不對 我說是 你有為徒之道 你要懂得為徒之道 不要跟老師亂較勁 對吧 他說我是老師 我有為師之道 經商有經商之道 從政有從政之道 連強道都有道 叫道義有道 如果你不懂道 你別活了 那這個很有意思 可是我還是不知道 當我一讀約翰福音 說太初有道 哇 Logos Word 沒有宇宙之前 這個道就存在的 它是自由擁有的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耶穌 祂來到我們中間 匆匆慢慢地有的 天有真理 祂為我們定死在十字架上 祂的寶血為我們流出 這就是福音 當我們信靠祂的 我們與祂聯合 我們不僅在死的形狀上 在十字架上 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 我們在復活的形狀上 與祂聯合 我們有永恆的生命 死亡不再成為我們的咒诅 我們可以出死入生 我跟你講中國文化呀 我們的革命文化講的是出生入死 我第一次聽到出死入生 我覺得這個絕對比出生入死好多了 我們可以出死入生 這就是福音 Amen Hallelujah 我覺得我是在中蘇邊境的冰天雪地 我決定信主的 其實雖然是我的一個決定 但是我知道上帝已經拣選了我 逃走那天 1989年聖誕節 我越境 第一次越境 去蘇聯 那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出國 沒有護照 沒有Visa 什麼都沒有 而且還冒著生命的危險 偷渡 大雪很大 零下四十度 解放軍的巡邏隊在巡邏 蘇聯可能也有巡邏隊 不知道 反正我就 從雪地就爬到了蘇聯 我在走之前 這個基督徒 他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你再往前走 姐姐不能幫你了 但是耶穌可以幫助你 你遇到任何的難處 你要禱告 他是聽禱告的神 對我來說 我還不能完全相信他是神 所以我當然也就不會禱告 但是我看到他一眼淚 啪哒啪哒就往 他給我擀面條嘛 就往那面裡邊掉 我就特別感動 人世間是有真情的 我就說 姐姐 我記住你的話 你放心 便當過 其實當時我也是敷衍他 我也沒有認真 但我逃到蘇聯的時候 到了一個無人區 根本就 方圓幾百里 就沒有人的地方 我看地圖 我以為離那城市很近 可是走起來 根本就 後來大雪就把我埋上了 那天我想回國 我都找不到回國的腳印 大雪把腳印完全覆蓋的時候 我躲在一個草堆裡邊 快凍死的時候 我想到姐姐的話 說你要禱告 他是你的救助 那一天我就禱告了 我說主啊 如果你存在 你讓我活過這一天 我就把自己獻給你當作活祭 那個時候不知道活祭什麼意思 就聽他們 這個農民基督徒祷告 就挨出一句話 主啊我要把自己獻給你當作活祭 是聖結的 是你所喜悦的 我當然以為這個活祭 因為我知道祭物總是牲畜嘛 對不對 我以為這是吃的 上帝喜歡吃活祭 所以他不想吃死的 所以我就說主啊 我要把自己獻給你當作活祭 你要活我這一天 沒有想到那個禱告 成為我一生中的上帝 給我的一個應許 我把自己獻給他作為活祭 十幾個小時以後 我被從 二十四個小時以後 我被蘇聯恩從雪地裡挖出 一天一夜過去了 挖出來 我沒有動死 這是個神技 是我人生的第一個神技 不可能沒有動死的 但是我就沒有動死 蘇聯恩挖草的時候 他一個月來拉一次草 他的血很大 他就是在那天他來拉草 他晚拉一天也拉不到我 那個草堆巨大 有這個教堂好多大 他挖偏一點都挖不到我 他就把我救了 那天我相信有神機 你們 猶太人喜歡看神機 希臘人求智慧 中國人也看神機 也看智慧 中國人把希臘人 猶太人都包到一起 這就是我們的智慧 那一天我看到了神機 我認識了神 他們把我關到了 蘇聯的KGB的監獄裡邊 我一進監獄 給我的感覺是極大的喜樂 極大的平安 為什麼 頭一天晚上差點沒被冻死 這裡邊很溫暖 頭一天晚上差點沒被狼給吃了 這裡邊很安全 監獄門一鎖上的時候 不要說狼 誰都進不來 因為外面有衛兵在把守著 你就感恩了 感謝主 那天我懂什麼叫自由 自由不是環境 自由是心境 自由是信心 當你有了這個信心的自由 什麼監獄在裡面 你都會喜樂的在裡面面對 所以我在裡面就唱歌 我就唱歌 我就唱一首基督教的歌 我就會唱那一首歌 其他我都不會 四句話 你的頭髮已被神數算 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擔 你不要為將來的事情去盤算 主內有真的平安 那天我懂了信耶穌的好處 所以信耶穌以後 我就跟主禱告 禱告我就認罪悔改 把自己所有的罪都向主述說 當我把這些罪都述說完了 真的就像 劉亞洲將軍所說的 人就輕鬆了 我們不要背負我們的重担 背負我們的重担 除掉一切的苦毒 除掉一切的仇恨 除掉一切的傷害 在基督裡面有一個新的生命 感謝主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 體會到施加的大能 施加大能 所以保羅說 在施加的面前 智慧人 是愚拙的 那些愚拙人 反而吃了智慧 他說那些 他要廢棄聪明人的聪明 灭絕智慧人的智慧 所以當我們看到 施加的時候 我們就想到 我們自己何等的需要 在施加上那個恩典 在臨到我們 所以八九年 我認識耶穌 他伴隨我走了二十多年的路 這二十多年 我走了很多曲折的路 但是我始終記得 耶穌他對我的應許 信靠他的 就不羞愧 叩門的就開門 尋找的就尋見 所以當我來到美國的時候 我更深的來經歷上帝的大能 我記得我是九一年來到美國 我在中國藏了兩年 蘇聯我要求去美國 當然他不同意 你覺得我們這國家 這麼隨便就好過去了 你也沒有簽證對不對 那我說美國不行 我到法國也可以 法國也不行 那我匈牙利也行 匈牙利也不行 那我說我留在蘇聯也行 留蘇聯也不行 後來他們做決定 把我送給中國 那時候我也不太害怕了 送就送吧 認識了主 槍斃了 我們還有永生 那這個很重要啊 今天講你可能覺得很虛無 在那個時候 我真的就覺得非常重要 如果有 我真死了再復活了 你想 我到北京大學走一圈 老師也嚇壞了 你知道大家都挺驚訝 哇回來了 那我覺得這很好 這個太好了 這個信仰太好了 信仰可以從死裡復活 對我來說是 今天你覺得很虛無 但對我來說很實際 非常的實際 就在那一刻 後來我就回國了 他們把我送回中國 但是他們給我留了一條路 他沒有送給中國政府 他讓我自己走回去 他把我驅逐出境 我在中國的山裡邊生活了兩年 那兩年 我人 所有一位驕傲的都沒有了 上天很奇妙 你不以為你驕傲嗎 你沒有了 北京大學的人都很驕傲 學校開出了 對不對 作為共產黨員也很驕傲 我們是無產界先鋒隊 開出了 對不對 作為自由人也很驕傲 通緝令 你沒有自由 還有一個最有意思 我最後還剩一項驕傲的 我還健康 這都可以驕傲的 你不要以為人就是驕傲的 人的本體就是驕傲 對不對 健康都會令你驕傲 你什麼知識都沒有 我健康我可以在外面打工 我都會教 有一天健康你也會沒有 我91年來到美國 那時候到了香港 逃到香港 那是我第二次出國逃亡 那時候香港還是歸英國管轄 我是從 不告訴你從哪上岸的 反正我上來了 我上來了以後 我就找到了這個美國大使館 後來美國就把我弄到美國 我到了美國就到了普林斯頓大學 那我的老師就是 也是香港中文大學的 俞英石先生 那我就在他那兒 我們有一個program 所以我覺得挺好 這個學校不錯 先生也很好 能夠跟俞先生在一起生活幾年 我覺得一生挺幸福的 挺幸福的 因為那是我最小 我跟柴玲最小 其他年齡都比較大 見這先生都畢供畢竟 我們倆也小也不太懂得禮貌 推門就進去 進去跟他聊天 也不管他幹嘛呢 我們倆够了我們就走了 反正先生從來不說我們倆 別人不可以的 我們倆比較小 最近就 學了很多東西 然後有一天 這個這個 先生就說 你是要念書嗎 你未來你是想讀什麼呢 我當然讀文學啊 或者讀歷史啊 跟你學歷史也可以啊 他說 這個不錯 你可以研究近代歷史 或者研究 那時候我對台海關係 比較有興趣 所以我就研究台海關係 研究研究寫了很多東西 看了很多書 認識很多 參加很多座談會 認識了很多台海關係的專家 所以我對這個很感興趣 那麼 結果有一天 我就生病住院了 我進醫院 一進就四年 一進四年 同學們都畢業了 我在醫院裡還沒出院 人生那一天 我才發現 健康也沒什麼可以驕傲的 健康也會忽然失去 你知道嗎 所以人沒有出路 對我來說 從1989年到1995年 六年的時間 我是在苦難中 在沒有盼望中 在死亡的咒诅中 在孤獨中度過的 我現在常常想起那六年 人生六年不長也不短 可是那六年 是我人生最美的年華的六年 我是這樣過去的 一進醫院 醫生給我化療 腎癌 我的癌症 癌細胞 第三期 醫生說你要化療 我說活多久 三年 頂多三年 我說不化療 差不多也是三年 為什麼要化療 因為化療還有一線希望 不化療 一點希望都沒有 那個時候 那你能幹嘛呢 所以我就寫了一本書 在醫院裡 就是你們看到那個逃亡者 人之相死其言也善 寫的時候 寫了很多自己的軟弱 對女兒的思念 對父母的愧疚 寫了很多 然後看著化療效果還不錯 癌細胞不見了 但腎臟衰竭了 我必須換腎 我就去了台灣 當我到了台灣 台灣就住進了 農民總願 換腎 等了一年 都沒有腎 沒有腎緣 那時候我就 已經信主了 就禱告啊 知道我們要求主 我就是主啊 你給我個腎 主啊你給我腎 每天禱告這樣禱告 後來有一個老將軍 基督徒他提醒我 他說你這個禱告 不合神的心意 他說你的意思就是 主啊死個人 死個人 你知道嗎 主啊死個年輕一點的 因為我不會要老人的腎 對不對 那我說我應該怎麼禱告 他說你應該 和主的心意去禱告 你讓主医治你 這十字架 是医治的大能的十字架 當耶穌的保血流到你的身上的時候 你的疾病會得医治 你的傷害會被除去 我們不僅要医治身體的疾病 我們也要医治心靈的疾病 我們這代人心靈都被破碎了 哪個人心裡沒有病 我記得我有一次到美國國會去 有一個講演 出列的時候 美國的一位參議員 很有名的 很有名參議員 他前幾年去世了 他就問我 說你要不要找個心理醫生 我認識一個朋友 免費地給你提供服務 我當時還挺不高興的 我覺得你什麼意思啊 你覺得我心裡有病啊 後來我想一個人於世隔絕兩年 再在醫院裡再折騰六年 我估計差不多心裡不會太正常 你覺得會正常嗎 每當我在那個醫院裡邊 我一打開那個窗子 我就看到柴玲開著小車去 普利斯頓上課去背著書包 我就很難過呀 我上帝你愛他你為什麼不愛我呀 對不對 每當李璐從紐約來看我 告訴我 他一天可以掙四十萬美金的時候 我就想上帝為什麼 你愛他你不愛我呀 我還信你他們都不信你 你這很奇怪的一種現象 對不對 我就說神不愛我 神不愛我 可是我又不能離開他 因為除了他以外 還更沒人愛我了 在醫院裡待了六年 你待了四年 你根本就沒有朋友看你 久病無孝子 久病無朋友 看你一兩次差不多了 人家該去上課 該去學習 該去讀書 該去工作 孤獨 苦難伴隨你 非常的痛苦 但是神有醫治的大能 我那個時候 後來慢慢我禱告 我就變成一個集集的禱告 我說主耶穌 我不再要慎了 求你醫治我的慎 因為你是出死入生的主 你是給我們生命氣息的主 你要醫治就能醫治 所以說打過去變得集集了 集集了 我感謝主 所以神醫治了 我今天你看我站了你面前 我身體很好的 我現在所有的器官都正常了 上個月是我從八九年以來 腎臟最正常的一個月的檢查 最正常 已經進入到正常指標之內 在過去是證明指上之外 但是很接近正常 現在越來越正常 我來到香港 我們培訓 每一天就兩三個小時的休息 感謝主 上帝就給我們力量 上帝就醫治我們 Amen Hallelujah 所以這福音是神的大能 他不僅是有赦罪的大能 他有醫治的大能 當我們聖經說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 他必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當我們遇到難處 我們來到他的面前 他也必醫治我們 因為聖經說 因他的鞭傷我們得一致 因他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弟兄姊妹 相信福音的大能 在一個人的一生中 使你變為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 完全不一樣的人 所以很感謝主 這福音也是一個奧秘 正如在哥林多前書 一章二十一節說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 既不認識神 神就樂意用人 所當作欲作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神的智慧 跟我們的智慧不一樣 我們用人本主義的觀念 去分析神 可是上帝 用我們覺得欲作的道理 來拯救你 這就是福音的道理 奇特的 我們中國人喜歡高深 我們談喜歡高深 其實最接近真理的是最簡單的 一加一等於二 不高深就是真理 所以當我們來到上帝面前 我們發現 上帝的大能 就是要拯救我們 第一點這福音 標誌著神與苦難 罪惡深重的人類的認同 人類都會經過苦難 你可能什麼都沒有苦難 但有一天你會死 死就是苦難 死不是苦難嗎 死是隔絕 死是離開了你的親人 死是離開你熱愛的生活 所以我常常做牧師 有的時候上午正婚 下午就去帶罪四禮拜 你會看到人多有意思 上午笑的進入一個新的人生 下午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你會想到人就是這樣 有什麼希望 人類有什麼盼望 我們會經歷那麼多苦難 我經歷了苦難 我感覺到苦難是與人有益的 聖經說 他讓我們經歷苦難 是讓我們認識他的律例 聖經也告訴我們說 我們經過苦難 就可以安慰在苦難中的人 因為耶穌在實際上 所經歷的苦難 就成為我們人類的盼望 就成為我們的救主 如果耶穌沒有在實際上的苦難 我們今天毫無盼望 一點盼望都沒有的 所以苦難並不都是壞事 苦難也是一個化了妝的祝福 所以當我們不求苦難 我們可以想雅比斯是不求苦難 雅比斯說 讓我不要遇見患難 你去祝福我就好了 可是上帝還是給我們苦難 是為了讓我們經過苦難 被他磨練得更純潔 更愛他 有些人經歷苦難就不愛主了 可是我們當經歷苦難 能夠更愛主的人 這就是上帝要拣選的 所以很感謝主 第三點 第三點 第三點我要講的是 這福音有永生的大能 因為這福音是恩典 在人類在死亡咒毒的時候 我們有了這樣一個恩典 臨到我們 所以以福所說 我們得救是本乎恩的 也因著信 這不是出於自己 也不是出於我們的行為怎麼好 因為這樣我們就會自誇 我們就會驕傲 是因為這是神的大能 Hallelujah 所以經過苦難 我後來95年 我身體好了 我回到美國 回到美國 回到美國 我記得我到 我到台灣去治病的時候 那時候普林斯頓 這些朋友們沒有一個 會認為我會回來 因為我的醫生告訴他 我去了就不會再回來 他就回到中國了 台灣 畢竟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我就回到中國了 我也感到很安慰 埋在台灣 也比埋在美國強 當時想的就是這些 我記得余先生到台灣去講演 還到醫院看過我 然後他看了我說 好像你不那麼差 好像樣子還不像 馬上就要走的樣子 其實他們那邊已經準備好 我走了 都是很奇妙的 我記得有一天 我就覺得我真的是不想活了 不想活了 我就打電話 那時候我在美國那段時間 我就打電話給我的牧師 我說我覺得活不到天亮 這個苦難對我來說 我有點越不過去 我說你趕緊來給我受洗吧 我這個世界上啊 什麼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撈著 死了我不能把天堂密室過去 如果這個都沒了 那我這一生一定七七殘殘 牧師就說你看幾點 我一看半夜三點 你在醫院待一兩年 你就不知道幾點了 你知道嗎 醫生叫你就得起來 醫生檢查你就得起來 他不來你就睡覺 你根本不知道是白天是晚上 那天牧師沒有來 但是來一對夫妻馬來西亞的 他給我看一段經文 在路加福音二三章 他說你看這段經文 這段經文 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穌基督 你就得救了 你不要懼怕死亡 二三章說 耶穌到一個地方叫骷髏地 就在那裡把耶穌定在十架上 然後還定了強盗 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對不對 耶穌說 父法赦免他們 他們所做的 他們自己不曉得 那兩個強盗呢 就績笑耶穌 聰明的強盗 那個智慧的強盗 那個有明明道理的強盗 他說你不是上帝嗎 對不對 你可以救你自己啊 你從世家下來 你可以救我們呢 我們既然跟你定在一起 那你也要救我們 對不對 這個是比較聰明 他有理論 你有理論 他知道他是上帝 他希望他能救自己 也能救他們 他借個光也被得救了 對不對 可是另外一個沒有這樣 另外說我們都是一樣受刑的 你還不怕神嗎 他 他指的耶穌說 他沒有犯過一樣的罪 他不像我們 我們是罪人 他說你看這個 人類啊 在上帝的面前 不管你是老人 小孩 外國人 中國人 智慧人 欲祖人 有文化 沒文化 在世界分 有錢的 富足的 貧窮的 在世界分 各式各樣的人 可是在世家的面前 人類就是兩種人 滅亡的 得救的 聰明的 淤卓的 認識耶穌的 拒絕耶穌的 就是兩種人 聰明的強盜 他拒絕耶穌 那個 那個比較淤卓的強盜 他卻認識了耶穌 他就認識了耶穌 他說他沒有犯過一樣的罪 他說明他只知道神 猶太人 當你說他沒有犯過罪 他就是神 對不對 在猶太人的文化觀念 非而是義 沒有義人 一個都沒有 唯有上帝 他是義的本身 所以你看這個強盜 他說你看 你要做哪個強盜 你選一個 那我說我當然要做那個 對吧 那個得救的強盜 我怎麼能做那個聰明的強盜呢 本來我就不聰明 我要做那個 認識耶穌的強盜 因為他在樂園裡啊 耶穌當然說 你現在就跟我在樂園裡了 當然我希望在樂園裡 所以感謝主 95年我就進入神學院 我的病就好了一些 我就回到美國 進入到神學院 那時候真的是覺得 神學院比醫院好多了 把自己獻給主 當作活祭 也終於認識了實價的大能 能夠讓自己走一個全新的道路 實價在前頭 世界在後頭 進神學院很有意思 神學院的同學 跟世界大學的同學完全不一樣的 一分享的時候 你看他不是牧師的兒子 就是長老的女兒 一問我共產黨員的兒子 小時候讀的書 沒讀過聖經 讀的都是馬恩列斯之類的東西 到神學院就非常辛苦 因為你的背景不如他們好 非常的辛苦 但是非常奇妙 他們也分享說 當他們奉獻給主的時候 他們是放下了世界 他們放下世界什麼呢 他們又是大公司的總裁 他們又讀了世界的最好的 專業的博士 他們放下了服侍主 他們認為這是最好的選擇 他們問我博利你放下了什麼 我想了想說我放下了什麼呢 我放下了 放下了苦毒 我放下了傷害 我放下了疾病 我放下都是負面的 我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沒有什麼重擔 神呼召我跟他走 我就跟他走了 因為什麼都沒有 無產者無所畏懼 感謝主 那奇妙 而且我也放下了 我以為世界所有人都不會找你了 你就往前走好了 可是你還有問題 這些老朋友經常給你打電話 找你 後來電話我又不接了 我跟他們講鼠齡的話 他們也聽不懂 那最後呢 醫院還是找你的 因為你欠錢 我記得我剛出院的 這個這個這個 除了從台灣 我在台灣欠了一千多萬台幣 我在美國欠了一百多萬美金 來到海外 沒掙過幾個月的工資 就欠了這麼多的錢 當時我也沒太在意 因為醫生說我三年 我說三年一死了 誰願還誰還 不還對不對 他也不會找我 死就是沒反應 死就是隔絕 與帳單隔絕 你知道嗎 與什麼都是隔絕的 沒有反應 結果他沒死 慘了 問題來了 活著就要面對苦難 活著要面對挑戰 活著就要靠耶穌 否則你沒喜樂 我記得帳單一寄來的時候 我第一次打個帳單 真的嚇我一跳 那麼多的像 我一算 我還拿個電子計算機 算完 發現後面人家是有總額的 人家有那個 total是多少的 我一看 一個賬單三十多萬美金 一個賬單十幾萬美金 一個賬單二十多萬美金 最小一個都八萬美金 我一算 我不要算了 他再寄我都不看了 已經一百多萬了 我就想我根本 賺不了一百萬在美國 我能賺一百萬嗎 我在參觀打工 一個小時也就十塊錢 我能賺一百萬嗎 我的人生有什麼前途 沒有前途了 沒有盼望了 很痛苦的 跟老師說 老師也解決不了 跟牧師說 牧師說 你看天然的飛鳥 也不種也不收 也不繼續在藏裡 我們的天賦尚且養活他 你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我說我是比他貴重啊 可是我欠錢呢 飛鳥不欠錢呢 對不對 另外他欠了也沒關係 他飛走了 飛不走啊 我往哪裡飛 我有帳單 對不對 禱告 每天禱告的時候 看到釋迦的耶穌基督 我總想起一句話 他的恩典會夠我用的 我就是主啊 你的恩典夠我用 那你能夠我還帳嗎 很現實嘛 對不對 現實 醫院一打電話找你 本來到教會去敬拜 很喜樂 一回到家中 一接電話 醫院的 醫院很有意思 說你要列一個還款計劃 從你現在開始 你把你的百分多少 百分比多少 就是要還給醫院 一直還到你死那天為止 工資高多還 工資少少還 對不對 這要做一個還款計劃 因為你負責 因為你欠的 這是你欠的 你該欠的 我那時候也後悔 人沒有後悔 我記得我進醫院的時候 我住是兩個人的病房 後來美國總統不時 給我寫了一封信 就那時候還沒有E-mail 就傳真 傳真到醫院 院長一看 哇總統的信 還說了那麼多 祝福的話 這個 他說我是最勇敢的人 美國人不願 把勇敢給外國人的 你知道嗎 院長就給我換了全醫院 最貴的病房 最好的病房 那個時候 一個晚上是一千六百美金 那我說多少錢 他問我 你有錢沒錢 我說我沒錢 他說那你問他幹嘛 你問多少錢 沒什麼意義嗎 你沒錢你就住吧 住吧 反正你也住不多長 沒想到我給你住一年 然後到台灣回來了 要錢 哎呀其實沒有喜樂 覺得這一生你看 全是苦難 我就覺得我這個八九年 我真的是去錯了 我去幹嘛去 好好的對不對 這些同學們 老師們鼓勵我們去 都是老師的錯 最後去了 出了這麼多的問題 欠這麼多的債 結果還是要禱告的 神總是有恩典的 我有一天禱告 我挺喜樂的回家 接到電話 我一下的心又涼下來了 我就很不高興 我說以後不要給我打電話 I don't speak English 後來他第二天 他找了一個香港人 朝我要錢 香港人說 張先生你要還錢 我是醫院的 我說這個醫院很厲害 他要賬他會找到 我說我不懂英文 他要找個香港人 你不能說你不懂中文吧 對不對 後來有一天他給我打電話 我說以後你不要找我了 他說我找誰 我說你找我爸去 我阿爸有錢 他說你阿爸在國內做官呢 發財了 他有多少錢呢 我說我阿爸在天上 哦 他說你爸死了 我說你爸死了呢 我說我爸叫God 上帝 他是我阿爸父 Hallelujah 結果你說他說什麼 他說那也是我阿爸 他也是基督徒 那我說那這就簡單了 再來一個爸你要什麼錢 對不對 他說那不知道啊 阿爸給不給錢 我怎麼知道 我說你牧師沒教導你嗎 你哪個教會啊 你要想了解阿爸的心 你要禱告的 他說是啊 是禱告啊 可是為什麼你欠錢我禱告 我給他一段經文 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節 我說兩個人同心合一 無論求什麼 上帝都成全 他說哪兩個人 我說你和我啊 所以他再也不打電話 他一打電話 開禱告會 我在神醫院畢業那天是2000年 2000年 2000年6月15號 我畢業 上帝給我兩個禮物 第一個 上帝免了我一切的罪債 也免了我地上一切的賬單 醫院打來電話 這個姐妹說 張弟兄阿爸給錢了 我說給多少 他說全部 我說誰給的 他說阿爸給的 我們都不知道誰給的 反正你不再欠債了 給你傳真一個表格 填一下 簽上你的名字 你就不再欠債了 那天我流淚了 我想到兩個字叫恩典 恩典 什麼是恩典 我們欠的要還 不要了 就是恩典 我們犯了那麼多的罪 在上帝的面前誤會不堪 耶穌的保血洗淨了 潔淨了 我們成為新造的人 這就是恩典 上帝不再追討我們的罪債 在基督裡面 我們成為上帝的兒子 成為神國家裡的人 這就是恩典 不再欠債 這就是福音的大能 Amen 使我們脫離咒诅 進入永生的大能 使我們脫離苦難 進入平安的大能 使我們脫離憂愁 進入到喜樂的大能 這就是福音的大能 他是變為一個全新的人 一個新造的人 那天我知道 我的神是多麼的真實 他知道我任何一點的憂愁 他來幫助我去 他不讓我 背著這個再走到福音工廠上去 他要把我精神地走進福音工廠 為他去建造教會 收割莊稼 墨養羊群 我非常的感恩 第二個神給我的禮物 是我的女兒 我的女兒 89年被通緝 她18個月 我好多年沒見到她 一直想來到美國 她一直來不了 拿不到護照 但是就在我畢業前的一個禮拜 她拿到了護照 飛到了美國 她就睡了一個晚上 參加爸爸的神學院的畢業典禮 我覺得我們的神是信使的 Amen 神知道我們一切都細微地需要的 他就是那種真實 不需要你去做什麼 她都替你想好了 就在我畢業典禮的時候 她把我一切的重担 我最大的包袱 全部解決了 我女兒在洛杉磯下飛機 我去接她 一看一個大姑娘 站在我的面前 我眼淚就流出來了 人家一個眼淚都沒有掉 就跟我講一句話 爸 我要回家 感謝主 哈利路亞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能認識上帝福音的大能嗎 他在你的生命中 他會改變你 就聖經所說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是個新造的人 就是已過 都變成新的 講一個小故事 結束今天的信息 信主呢 沒有讀神院之前 也常常的覺得 我所信的主 他真的就有那個大能嗎 這個福音 真的就有那個大能嗎 除了我們基督徒尊敬他 世界人會不會尊敬他呢 我們基督徒有的 走出我的朋友 看到我的事都會瘋死我 說你幹嘛 你去做個傳道人 你做個基督徒 你還有沒有出息了 對不對 我有時候跟這些 這些在美國做大 大學老師的這些天門的朋友們 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都會嘲笑我 他們覺得 我這裡是 你是最沒出息的 你是最沒出息的 當然有人也很理解 他也就這樣 你說他還能幹嘛 他那個身體 就是信耶穌了 他求個心理平安也就得了 對不對 這很正常的一種看見 我記得我每次 跟柴玲傳福音的時候 他都會說 哎喧喧喧 你家的東西是真的嗎 你真信嗎 你是不是就逃避到一個地方 去找個心理平安 哎呀你也就這樣了 行了 去吧去吧 你看我們在世界上 能做很多的事情 你什麼都做不了了 你還能幹嘛呢 對不對 前幾天他的字段出版了 我帶了一本 他讓我送給中文大學 我為他寫了序 他就一篇序 還有一個後面有一個拔 他找的是余先生給他寫的 序是我給他寫的 因為他現在是基督徒了 他認識了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是他謙卑在十下的面前 他在那個書裡認了很多很多 我都不知道的罪 他在那裡看到他最后他說 他認識耶穌基督是他一生中追求的 他最 他所追求的最好的一個禮物給了他 超過他的丈夫 超過他的兒女 所以我們認識福音 需要我們謙卑放下自己 認識他的大能 94年 我去美國國會參加了總統的早餐會 那時候身體還不是特別好 我從醫院裡出來 國會兩院請我去參加早餐祈禱會 那一天我真是認識到 十下的大能 認識我的主 就在那一刻我生命翻轉 我進入會場的時候 好多人 他不是請我一個人吃飯 請了好多人 大概三千人 全世界各國都有代表團來 我坐在第七桌 他就介紹了幾個總統和國王 王子 其他都沒有介紹 那當他介紹到加納國王的時候 因為他介紹 因為人很多 介紹一個人 那個人的圖像 就印到這個屏幕上面 大家就鼓掌 就好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克林頓總統來了 高爾夫總統 還有參眾兩院的議員 還有世界各國的政要代表團 進來了 結果他介紹到加納總統的時候 可能是攝影機的錯誤 一下就把我的照片 就放 把我的鏡頭就放到 放在上面去了 因為我離得很近 第七桌在前面 我還不知道是我 我覺得是我嗎 因為有時候自己 從來不照鏡子的 我那時候臉上浮腫 腫得很嚇人 你知道嗎 不照鏡子的 我這麼一伸手 晃一過 他真是我 我這麼一晃的是我 大家就鼓掌 他以為我跟他揮手呢 結果我旁邊這個人 站起來了 他一站起來 鏡頭一轉向他 這才是真正的國王 加納的 他挨著我做的 我都沒認識他是國王 站起來了 大家當然笑得一塌糊塗 大家笑 搞錯了 我自己也笑 我就拍拍的肩膀 坐下來的時候 高爾夫總統走上來 說讓我們全體起立 讓我們在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耶穌的面前起立 讓為世界的和平來祈禱 那我們就拉起手來 就起立了 他拉著我的手 我拉著他的手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 他可能不是 加納好像不是基督教的國家 可是當我們禱告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低下頭了 他是國王 他低下頭了 我發現格林頓低下頭了 他是總統 他低下頭了 我發現所有人都低下頭了 在耶穌基督的面前 在釘在十字架上的 耶穌基督面前低下頭 那一刻我眼淚一下流出來 我才知道什麼叫基督徒 我才知道我的主是多麼的尊貴榮耀 他真的就是萬王之王萬主之肉 所有的王都在他面前低下頭來 因為他是和平之君 那一天我才懂得做基督徒 何等榮耀的身份 上帝兒女的身份是何等榮耀 像彼得在彼得前述二章九節說 我們是 什麼 被拣选的族類 我們是有君尊的祭司 我們是聖結的國度 我們是屬神的子民 唯要宣揚他 唯要宣揚他 那個招我們出黑暗 入奇妙 光明者的美德 我們是天國的使者 天國的大使 帶著耶穌基督的福音 向世界宣告 世界沒有盼望 人類沒有盼望 唯有他 定在世界上的耶穌基督 唯有這福音是神的大能 靠著他 我們可以得救 可以成聖 可以過全新的生活 有永遠的盼望 Hallelujah 我們來禱告 在我禱告之前 我想說一句話 如果你今天願意 讓一個福音的大能 進入你心中 願意實際上的保血 來遮蓋你 除掉你的重擔 願意接受耶穌做你生命的主 你舉手我為你禱告 有沒有這樣的人 感謝主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感謝主 感謝主 還有沒有 感謝主 還有沒有 感謝主 我看到一位從中國大陸 那天吃飯我碰到他的 今天兩位 感謝主 這兩位 那天我在餐廳碰到的 感謝主 還有沒有 這邊好像還有舉手 舉下手讓我們看一下 Hallelujah 那邊還有感謝主 感謝主 還有沒有 感謝主 感謝主 還有沒有 感謝主 還有還有 感謝主 我們請 今天你要接受耶穌的 你站起來 在你圆里站起來 我為你們做一個禱告 站立起來 不要懼怕 站立起來 站在耶穌的面前 我們來做一個道 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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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感謝主 當你認識這個福音大能的時候 它的寶血會遮蓋你 它會洗淨你的罪 它赦免了你一切的罪 它也可以医治你身體的軟弱 心理的傷害 它可以給你永生的盼望 因為這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 它要救一切相信的 它的愛今天要領導你 它把它的盼望給你 你不再一個人孤獨地行走 人生的道路 是由耶穌基督伴隨你 引導你走 一生的 永恆的路 還有沒有 感謝主 Hallelujah 還有沒有 我們一起來祷告天父 我感謝你 在這時刻 我把每個站立在你面前的 打開心 接受你作為生命救主的弟兄姊妹 交在你的手上 求你聖靈的大能 進入他們裡面 讓他們一生跟隨你 也求你的寶血捷徑他們 讓他們一生 更向你 侍奉你 跟隨你 榮耀你 Hallelujah 我們也為 香港中文大學來禱告 我們也為香港來祝福 每當我們來到這塊土地 我們都心存感恩 每當我來到這裡 我會感覺到這是我的家 祝福香港 祝福中國 奉主耶穌的名祷告 Amen 祝福